各位早上歡迎收看星期六 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天文台上午4時40分 已經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衛星雲圖見到 在雷宋二世海域有一個螺旋狀的雲團 它是與一個熱帶低氣壓相關 今早上熱帶低氣壓集的 香港的東南面大約是600多公里 預計初時移動緩慢 之後會向一個西北方向移動 橫過南海北部 今日與香港保持超過500公里的距離 本地的風勢力暫時不會顯著增強 一號戒備訊號會在今日日間維持 而這個熱帶低氣壓 未來一兩日會逐漸增強 但至於向廣東西部至到海南部一帶 本地的風勢力會在明天和星期一 逐漸增強 至於會不會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視乎這個熱帶氣旋 和珠光口之間的距離 以及它會不會顯著地增強 看回我們今日本地的天氣 我們受到熱帶氣旋的 外圍下沉氣流影響 6點多時 不少地方的氣溫已經有29甚至30度 由於預計長時間有陽光 今日華南地區的天氣繼續都會相當熱 不過大家也要留意高溫觸發的雷暴 可能會稍後影響本港 今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大致天情 但局部地區會有趨雨 日頭會是極端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會是35度 而身價力會再高一兩度 吳沙漠會有幾陣雷暴 吹微風 提提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現在仍然生效 在極端酷熱的情況之下 大家一定要做足防中暑防曬的措施 避免戶外劇烈活動 如果覺得不舒服的話 要盡快參加協助 只要再之後天氣看看電腦的預報 隨著熱帶氣旋靠近 和它相關的雨打力會陸續影響廣東沿岸 明天和星期一 天氣會逐漸轉壞 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風勢逐漸增強 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而再早幾天 雖然熱帶氣旋遠離 但我們要繼續受到廣闊低壓槽影響 天氣仍然不穩定 以及有些驟雨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來以天文台發出的 最新天氣消息 再見